就是用這個教具來分析一下激球的軌跡 譬如這個球 我現在是激球 軌跡就是沿著做棒 綠色的棒 這樣上 這個時候 我們就研究一下激球的軌跡 和板形之間的關係 產生的效果有什麼不同 如果我們是這個激球 這個就是激球的軌跡 如果我們的板形是平衡這個激球的軌跡 就會是這樣 再慢一點 平衡這個激球軌跡 如果我用我的Term是山腳 山腰 山頂 這個平衡這個軌跡 如果這個板形是有少許 這樣的情況 就 不是平衡這個激球軌跡 而是有個角度 角度在這裡 這樣就打上去 就是一個撞擊的效果多了 撞擊的效果多了 撞擊的效果多了 然後打上去 打上去 如果我們的板形是平衡 我們輝拍軌跡 這樣 你看到摩擦的效果就很明顯了 然後 山腳 山腰 山頂 OK 平衡一下 這個反應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揮拍軌跡 反應 反應 有時候差不多90度 垂直這個 揮拍軌跡 就變成噩噩聲了 即是說撞擊的成分 是多了 是多些的 我叫這個呢 就是撞出去 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就是撞出去 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撞出去通常呢 你會感覺到沒有風的 撞不到風出去的 這個呢 如果是這個呢 一撞就會有風的 好涼的 這樣撞出去就會有風的 OK 咳咳聲 即是撞出去 撞出去 撞出去 好 如果是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反應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你看 摩擦多了 OK 好了 我們 如果 在這樣的情況 都是平衡揮拍軌跡 反應平衡揮拍軌跡 反應平衡揮拍軌跡 我們就分析 我們就分析到 那個關係 撞 打 和 摩 的關係 了 再分析一下 再分析一下 這個 板形 接了個球 前傾的板形 和 沒有那麼前傾的板形 甚至 90度 接了個球 那個 的效果 很明顯 我們如果是 又 都順著這個 軌跡 揮拍軌跡 去的話 OK 揮拍軌跡 如果我們反應是 順著去 那麼 或者呢 這個揮拍軌跡 的效果 就會 大些 好了 軌跡 如果是向下 就是這樣 如果是向上 順著呢 就是這樣 始終是有個 拉的軸 但是如果我們反應 不是 平衡這個揮拍軌跡 而是有個角度 甚至是垂直 揮拍軌跡 OK 這個是垂直 揮拍軌跡 OK 這個時候呢 垂直 我一定是 那個 無論是向前 打 向上 打 向下 打 都是一個 撞擊的 撞擊的作用 多了 這個是撞擊的 打 聲 我們平衡這個 揮拍軌跡 很明顯 就是 摩擦多了 摩擦多了 平衡揮拍軌跡 反應平衡 反應 垂直 揮拍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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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摩擦多了 就是摩擦多了 我們現在就分析下 這個 板形 這個 90度 這個前傾 90度 後仰 90度 前傾 那個板形 跟 激球 的關係 就是 那個波 無論是 那個波來到這個激投點 當我們接觸那個波的時候 那個板 那個板形如果是90度 我們 無論是波是上升期 上到激投點 或者是下降期 下降期 落到這個激投點 如果我們板形是90度 就會 看到這個波的中部 看到這個波的中部 如果我們的板形是前傾 這個角度 無論是 那個波是 由海面 上升 在上升期 去到激投點 或者是 投油軟 下降期 去到這個激投點 我們的板形 保持這個 我們都是接觸到這個波的中上部 越前傾 就越接觸到 越中上部 去到這個位 如果是上升 我們押著這個 大約 接觸到波的上部 這個上部 如果它下來 下降期 我們這樣拉 這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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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接觸那個波的 押著這個 頂部 上部 OK 就像這個N做 這樣打出來 OK OK 接觸到波的底部 一定是接觸到波的中下部 這樣就接觸到波的底部 OK 接觸到波的底部 這裏 反應是這樣 一定是接觸到波的中上部 甚至上部 無論波是這樣 或者波上來 上升 我們都是接觸到波的上 這就是反應接觸波的部位 好